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买买买 买买 买买好 行 走吧 拿啊 好 先买去 走 老公 我想好了 我啊 现在也就想和你生孩子 什么 你说什么 和你生孩子 现在在这儿啊 哎呀讨厌 你怎么想通了 不等35了 我不等了 我就是想通了 好 快一般玩着 对不起啊 你是刘女士刘小战吗 哦我 哦我是我是 你是刚来还是早来了 我差不多吧 我该早来了啊 都等了半天了 我一直陪他们踢球来着 听 听说你以前是运动员啊 对 我现在开提器材用品店呢 我儿子也挺喜欢踢足球的 是吗 喜欢跟有天赋可是两回事啊 我没说他有天赋 我就是 你儿子多大了 十二 小学六年 哎呦 那可是挺淘气的年纪啊 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孩子啊 没有啊 我现在正准备改变了 所以那我听了那个街号人的 我才来见你不是啊 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不不不 我我 我想有点事问问你啊 那你问 你问吧 但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 晃得我眼睛直晕 是啊 我刚刚说什么 说什么呀 瞧你这记忆性 你说你有事要问我啊 我说你问吧 对对对 我说如果咱俩要真成了 你儿子是不是要跟我们过啊 那当然了 这是我再找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那我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我是他妈 听说你前夫是个小老板啊 你儿子完全可以跟他们一起过啊 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 我的确不喜欢小孩 我跟你说吧 我跟我前妻分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不过我现在确实我试着再改变对吧 打住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你最好去找别人事我就免了 那我还想问你呢 还问什么呀 你说你结婚是为你自个儿还是为了别人呢 别人是谁啊 你儿子 那我告诉你 我既为了我也为了我儿子 我要为我们俩找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男人 但绝不是你这样的 来 老俊 哎 跟你小顾说一下啊 我特别感谢她的热心 但是找的人吧 都实在太不靠谱了 真的 你都不知道我刚才见那男的 没有多自以为是啊 太受不了了 是 我知道我条件不好 我不是也没笨的条件好的去找吗 我就是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啊 那 反正就得像大山一样的 嘲笑我是不是 咱文化不高还不能打个比喻吗 对 这男的就得像大山 那胸怀得像大海 我反正就是要找这样的男的 你笑什么笑啊 我脸红 我为什么要脸红啊